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大家好 我是清雨 不到两个月内 至少7名中共官员被报导非正常死亡 其中包括 41岁天津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梁有祥 54岁天津市公安局和西分局自治管理支队 一大队云二级高级警长陈鸿格 37岁天津市纪州区 烟溜镇副镇长余胜求处死 58岁贵州省委常委隆长春因病去世 54岁温州人大副主任黄建春自杀身亡 57岁安徽省政协官员朱新中在办公室意外死亡 66岁中共国家能源前董事长乔宝平最楼身亡 天津山高官处死 41岁天津纪委高官大年初一处死 2021年3月30日 中共天津市委追授梁有祥 陈鸿格 余胜求 所谓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和天津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泄露三人相继处死信息 梁有祥 河北昌黎人 1979年7月出生 天津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2021年2月19日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疾病 经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41岁 陈鸿格 河北黄华人 1966年11月出生 天津市公安局何西分局治安管理支队 一大队原二级高级警长 2021年3月7日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疾病 经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54岁 官方通报称 陈鸿格借调到市公安局何西分局教育整顿工作 专班第一天 主动请因到一线开展督察工作 全国两会期间承担保安维稳工作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于胜球 湖北黄冈人 1984年2月出生 天津设计州区烟溜镇原副镇长 2021年2月4日 在工作期间突发脑溜血 今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37岁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 从2月4日到3月7日 31天时间内 天津三官员密集报亡 内幕令人猜测 2021年2月19日 乃中国大年初一 公务员李英都在放假 天津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友祥当天猝死 官方却声称其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疾病猝死 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公安官员陈鸿格在全国两会期间 承担天津安保维稳工作 期间猝死 内幕也扑朔厘米 李燕铭分析 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正在大陆蔓延 多地出现武汉疫情时期的水地倒现象 许多研究皆指出 许多重症患者都出现血栓 严重者会引起中风 心脏病等 天津三官员突发心脏疾病或突发脑溢血密集报亡 是否与感染中共病毒有关 令人不得不猜疑 一个月内仅被官方通报追授表彰的猝死官员就有三人 其他未公开的猝死官员与民众有多少 细思极恐 另外 天津官场正经历大侵袭 天津官员接连猝死是否与反腐高压态势有关 也值得关注 58岁贵州省委常委龙长春因病去世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龙长春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1年1月22日凌晨5分在贵阳去世 年仅58岁 龙长春早前任职贵州省委常委 尊议市委书记 后因患癌持去尊议市委书记职务 只担任贵州省委常委职务 2019年8月9日 龙长春在尊议市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发言称 因身患癌症 身体难以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贵州省委决定调其回审理工作 不再兼任尊议市委书记 由时任市长魏树旺接任 54岁温州人大副主任黄建春自杀身亡 3月31日 有网传消息称 浙江温州市欧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建春 于3月30日晚死亡 上游新闻从欧海区人大相关工作人员处核实到 网传信息属实黄建春是非正常死亡 原因占不清楚 3月31日 多个信息员向封面新闻证实 正在党校培训的浙江温州市 欧海区人大副主任黄建春 于30日回到家中自杀身亡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调任人大副主任之前 黄建春承任区委常委 山羊街道党工委书记 其间 曾主持温州山羊师地公园拆迁 涉及4200多户居民 因拆迁问题 多次被当地居民投诉 近期也曾有被调查的传言 公开信息显示 生于1967年3月的黄建春是浙江温州人 先后担任过欧海区浙雅镇 南白巷镇等多个镇 接到党委委员 副镇长副书记 2009年黄建春升任温州市 欧海区防改办主任 区防管局局长 党主书记后 仅两年时间就调任温州市 欧海五白科技城管委会党委书记 欧海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一职 据报黄建春主持多次 拆迁工作 其主要政绩均在欧海五白科技城 2018年3月 黄建春调入欧海区政府工作 2019年1月 黄建春升任欧海区委常委 欧海区政府党主成员 57岁安徽省政协官员 朱新忠在办公室意外死亡 陆媒3月13日报导 中共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安徽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朱新忠 于3月初被发现在办公室意外死亡 据悉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官网 已经在3月9日更新的机构领导信息中 撤下了朱新忠的简历 该网站此前的信息显示 朱新忠1963年12月出生 安徽清阳人 承认安徽省清阳县政协副主席 县省纪局副局长 池州市政协常委 市监察局副局长 池州市政协副秘书长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2011年2月起 任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负责参事业务统战联谊工作 并据安徽省政协官网 朱新忠是12届安徽省政协常委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自公党安徽省委副主委 中共官方未回应及通报 朱新忠的死因 收湖、网易、凤凰网、观察者网等 陆媒报道了相关消息 但很快删除 66岁中共国家能源前董事长 乔宝平非正常死亡 3月11日 大陆收湖、网易等网站 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国家能源集团原董事长 党主书记乔宝平近期去世 蹊跷的是 相关报道随后全部策下 能源新闻网站 能见也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乔宝平于10日去世 网传乔宝平是非正常死亡 还有消息称 乔宝平是跳楼亲身 从百度搜索乔宝平去世 相关条目显示 乔宝平去世原因 乔宝平坠楼 乔宝平非正常死亡 乔宝平调查 乔宝平坠落 国家能源集团乔宝平去世 乔宝平违规 乔宝平跳 乔宝平想不开等信息 在大陆的天堂纪念网 3月10日创建了 国家能源集团 原董事长乔宝平纪念馆 三天内有超过6万人前去悼念 不过有关乔宝平去世的消息 中共官方尚未有相关证实 66岁的乔宝平是内蒙古人 南开大学毕业后 进入中共青年团系统工作 承认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企业团工委书记等职 并成任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乔宝平2008年出任中国国电集团 党主书记副总经理 2017年获任命为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 2019年3月 乔宝平卸任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 党主书记职务 2020年3月 启任中和集团外部董事 值得一提的是 乔宝平昔日下属在中国新年前 落马被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月8日发布消息 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党主成员 副总经理谢长军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谢长军 南汉竹 1957年7月出生 吉林永籍人 东北电力学院热能动力专业本科毕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水利电力部科技师工程师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部副处长 中能电力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荣源电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党主书记 荣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主副书记 执行董事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主成员 副总经理 澎湃新闻等陆媒报导 谢长军现年63岁 是中国30余年风电发展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曾担任全球最大风电营运商 荣源电力集团的总经理 2013年2月 他被任命为国电集团副总经理 党主成员 2017年底盗林退休 在其退休之前 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重组 组建国家能源集团 于2017年11月正式挂牌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일u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